看惯了渣女柳如烟 纯爱柳如烟深情来袭 请正在蹲坑的你 调整好姿势慢慢品尝 上综艺玩一个名叫 我有你没有的游戏 顶柳女星说 我离过婚 其他嘉宾纷纷弯下一根手指 只有我五指一立 我也离过婚 第二轮 女顶柳又报 我有一个孩子 其他嘉宾再次败北 我五指依然挺立 巧了 我也有一个孩子 后来顶柳的女儿意外出镜 粉丝拿着放大镜看 惊叹道 这孩子 怎么长得跟杨距达一模一样 即将敲定的大IP男主角色 在即将签合同的时候 被同公司风头正胜的小鲜肉 杨伟男劫 经纪人为了补偿我 拿了个综艺把我打发了 每期名曰 公费旅游 还能拿一笔不小的通告费 别人想要都要不 我恩恩恩点头赞同 心想 这么好 杨伟男怎么不要 考虑到手上暂时没有其他资源 人也不能闲着 我还是签了合同去参加录制了 一起去看看 是一档旅游类的慢综艺 嘉宾们每一期都会去一个城市 感受当地的风景文化 游玩 打卡并宣传 第一期的录制地在云南大理 节目组包了一栋民宿 作为嘉宾的住处 我到达民宿的时候 已经有四位嘉宾坐在院子里喝茶了 我扫了一眼 新生代男演员卸窗 网红旅行博主讲方形 女团爱斗金雅然 原创女歌手同梦 简单概括 大家都是小有的名气 但又谈不上大红大的 很好 谁也不比谁红多少 但有一个坏处就是 这个节目的收视率估计不会很高 我把行李放上楼 然后加入了他们 大家都还不知道 最后一位嘉宾是谁 导演就开始公布任务 嘉宾分成两两一组 其双人自行车环游而海 并在途中完成节目组安排的任务 男生好像是比较害羞 不太敢跟女生接触 谢创和蒋方形求生欲极强地组成了一对 金雅然和童梦最先到 聊的时间稍长 也比较熟悉了 双方也自愿组成一组 于是就剩下我 和那位还在路上的嘉宾组成一组 茶又蓄了两杯 外面传来声响 最后一位嘉宾到了 大家都翘首以盼 我也好奇跟我一对的是哪个棒锤 院门打开的瞬间 弹幕也就炸了 啊 是柳如烟啊 居然是柳如烟啊 卧槽 原本以为是个下饭的小货综艺 没想到居然有柳如烟 我宣布 一起去看看的导演 你配想太妙 什么 柳如烟去参加综艺了 这好像是她的综艺首秀吧 我已经去通知我的姐妹们了 冲鸭 柳如烟 偶像歌手出身 出道就快速窜红 接着她又转行做了演员 第二年就提名了金凤凰奖最佳女配 虽然最后没有拿奖 但前途一片光明 圈内明导都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 就在大家都翘首以盼的 等着她重新冲奖的时候 她却宣布暂时吸引 转头去了电影学院进修导演专业 后来指导的第一部电影 直接拿下了最佳新人导演奖和最佳影片 总而言之 这个人就是干一行 行一行 本来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要靠才华 节目组能请到她 我是万万没想到的 此时 其他几位嘉宾震惊于柳如烟到来的同时 纷纷成皇成孔的跟她打招呼 柳如烟也没什么架子 有些歉意地道 不好意思 航班延误 来晚了 大家也都纷纷表示理解 然后柳如烟就转过头 直直朝我走来 很突然的站在了我面前 来的路上我也拿着手机看了直播 了解了游戏规则 这位就是我的搭档杨聚打老师吧 谁懂啊 和隐婚隐离的前妻在综艺上遇到了 还要装作不认识 看了眼伸过来的那只手 综纸上的素圈戒指很是扎眼 柳如烟的粉丝都在猜这个戒指对她是不 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只有我知道 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俩都穷 买不起钻戒 就买了一对便宜素件 我俩同时身处娱乐圈 平时根本不敢把戒指戴在手上 可离婚后的某一天 她却堂而皇之地将戒指戴在了宗旨上 别人也以为那只是个视频 面对着数台摄像机 以及数以万计看直播的网友 我伸手轻轻碰了一下她的掌心 然后迅速缩回手 这个女人 我瞻不得一点 就碰了这么一秒 我就被她的粉丝追着骂 是我的错觉了 为什么我觉得 杨聚打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呢 杨聚打什么态度 能跟我们如烟握手 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她要跟我们如烟一组 导演能不能重新分组啊 让她爱跟谁一组跟谁一组 可惜导演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 不能替他们实现愿望 TD拿出了一碟任务卡 每组随机抽取三个任务 其他两组嘉宾还在签让谁去抽的时候 我直接一个大麦步走过去 毫不犹豫地抽出了三张 后知后觉的发现所有人齐刷刷地看着我 表情有些怪异 我也愣了一下 场面一度开始诡异 幸好柳如烟侧过身 若无其事地问道 任务是什么 小声道 你自己看吧 任务一 骑行三十公里 任务二 用三十元打卡五种当地客送美食 任务三 和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合照 任务看起来很难 实际一点也不简单 三辆并排坐的自行车已经停在门口 其他两组嘉宾都很自然地坐了上去 谢创和蒋方行两个小伙子更是骑得飞快 瞬间就没了影 只有我和柳如烟 慢慢吞吞 粉丝都急了 他们俩好墨迹啊 还不出发在等什么呀 这个杨巨达到底在干什么呀 拿钱参加节目还一副死样子 能不能敬业一点 我真是恨不得一脚把杨巨打劈飞 换我来 如烟坐着就好 我来等 确实 拿了钱就该办事 我深吸一口气 迅速做好心理建设 开口道 走吧 柳如烟轻轻嗡了一声 自行车慢慢悠悠滑了出去 现在是旅游干几 又是工作日 而海沿岸人都不太多 两个摄影师加上无人机跟拍 我公事公办地问 先完成哪个任务 柳如烟 第二个吧 第一个任务可以慢慢来 第三个任务需要等待时机 我觉得没毛病 于是我们一边骑 一边寻找美食 三十块钱打卡五种美食 平均一个六块 我用手机搜了一下云南特色美食 像什么汽锅机 砂锅鱼 野生菌火锅 都不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 全部Path 只能选一些低价的小吃 我正在筛选的时候 感觉到柳如烟把车停下了 我诧异地望向他 他抬手指了一下路边 有个阿姨在卖烤乳膳 七块一份 不贵 但超支了 我轻车熟路地砍价 阿姨 我们可以买半份吗 四块 阿姨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我都是一整块地卖来 我还是不死心 抬手指着旁边架子 阿姨你看你这块 给其他的都小很多 五块卖给我可以吧 阿姨犹豫了一下 有些无奈地答应了 好吧 好吧 拿着烤好的乳膳 我直接递给了柳如烟 柳如烟却道 一起吃 我摆摆手 虽然以前我们也经常拟一口我 一口地吃街边小吃 但现在是在综艺直播呀 末了我提醒他 小心烫 晚了 柳如烟被烫得撕了一声 伸着小舌头哈气 我急忙轻轻捏住他的下巴 低头细细一看 舌尖有些红 但不严重 我松了一口气 语气自然地叮嘱到 下次吃东西慢点 柳如烟愣愣地看着我 随即扬起一张明媚小脸 知道 他扯了一小块乳膳递过来 来你也尝尝 我下意识张开嘴 感觉他柔嫩的手指在嘴角轻擦了一下 粉丝直接炸了 阿 如烟亲手喂他吃 这一刻我好恨我不是杨俊达 捏柳如烟的脸 他居然捏柳如烟的脸 杨俊达你何德何能啊 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 柳如烟工作上从来都和异性保持距离的 今天的举动真的好反常啊 不过他们两人看起来好自然啊 其实还挺登对的 有的人不要过分解读啊 他们是队友 我们如烟那是纯粹的革命友谊 既考乳膳之后 我们又打卡了七块钱的蒸耳丝 六块钱的考十瓶豆腐 花两块钱从一个路人手上买了一个鲜花笔 最后用十元巨款打卡过桥米线 任务二完成 此时继承器显示才骑了12.6公路 任务三和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合照 应该是要找一对双胞胎 这可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不过我猜测导演组应该会提前安排好吧 于是我俩只好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张望 双胞胎没找到 倒是先看到了谢创和蒋芳琴 他们俩迎面而来 走的是回程路 脚下蹬得呼吱呼吱的 车轮子都要起火了 我心下一惊 你们任务做完了 谢创 没呢 正在做 他们好像很急 很快又起走了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见柳如烟嘴角轻轻一扬 带着点脚侠道 你猜他们要骑多少公里 我瞬间恍然大悟 粉丝也纷纷开始夸赞 柳如烟好聪明啊 那两鸢种抽到了一百公里 人都要废了哈哈 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手机 我跟她说柳如烟笑了 老婆杀我 我虽然不喜欢杨巨大 但谁让她跟我如烟解一组 希望他们第一个完成任务 我们的三十公里 倒是不费什么功夫就完成了 但是双胞胎是真的找不到 看到柳如烟额头上有些许薄汗 我便问道 累了 柳如烟嘴硬不肯承认 狡辩道 还好 我不禁有些失效 我可太了解她了 知道她每句话的前台词 还好 其实就是有点累了 但不是很累 于是我们停在路边 开始守住带兔 双胞胎当然不会自己送上门来 每当有人经过 我就问 请问您认识一对双胞胎吗 黄天不负有心人 大约半小时后 一个大哥说 我们小区有一对双胞胎 于是 我们就跟着大哥走了 一对很可爱的一岁双胞胎小朋友 被爷爷和奶奶推着在小区里闲逛 我一边拍照 一边忍不住夸道 他们好可爱啊 耳边突然传来一句 有团团可爱吗 是柳如烟 我煞事一愣 心虚地躲开了她的视线 我们的团团当然是最可爱的 三个任务全部完成 只可惜 谢创和蒋方行 比我们更早做完所有任务 所以我和柳如烟 只得了第二名 每人八个积分 晚上 六位嘉宾又坐在院子里喝茶 洪梦提议完 我有你没有 大家一致赞成 最先是同梦说 他曾经两天两夜没睡觉 除了蒋方行 弯下一根手指 其他人都闻刺不动 当明星的连轴感通告 长时间不睡觉 是常有的事 蒋方行被激起了胜负欲 直接 说他车祸断过两根内部 其他嘉宾纷纷弯下一根手指 我没动 去年我拍戏的时候 摔下马被马蹄踏过 也断了两根 几乎话落下一秒 柳如烟猛地转过头朝我看来 嘴角紧敏 眼里压抑着复杂的情绪 我没敢看他 这是当时没有宣传 他不知道很正常 我几乎觉得身旁的气压 瞬间降至冰点 轮到柳如烟 他开口就是平地一声惊雷 我离过婚 空气瞬间静默 我看到对面的谢创 惊讶地张大了嘴 还下意识地看了眼摄像机 没错 中指 无名指和小指 好像一个都不能少了 最后心一横 我也离过婚 节目组工作人员和其他嘉宾都惊呆了 现场的人都没办法像网友一样 在瓜田里上窜下跳 什么 柳如烟离过婚 我肯定是幻听了 不可能 哪有明星自己垂自己的 肯定是为了赢游戏编的吧 看柳如烟这个样子 不像是乱讲的吧 可他好像连个绯闻都没有 怎么就离婚了 震惊我一百年 那你 杨巨达也离过婚 现在的明星都疯了吧 上个综艺这么拼吗 好强的胜负欲 他们真的好感 这才是我该看的节目啊 我真的哭死 我粉的女人居然偷偷结了婚 不幸中的万幸 已经离了 可我我真的好嫉妒那个男人 在一片凝滞的气氛中 柳如烟不疾不徐地拿起茶杯 问道 该谁了 下一个 金雅然 我得过抑郁症 他在出道初期经历过全网黑 还被黑子跟踪 一度崩溃到想退圈 现场另一位同样得过抑郁症的人 其他几位嘉宾都或多或少 折了两三根手指 只有我五根手指都还支棱着 终于 第二轮又轮到了柳如烟 我心里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在桌子底下偷偷踢了他一脚 柳如烟扬眉看了我一眼 像是在故意跟我唱腿一样 雨不惊人死不休 我有一个孩子 砰 导演凳子翻了 这个节目注定要火了 其他嘉宾都默默弯下了一根手指 然后看向我 不知道在期待着什么 我差点咬碎了后槽牙 柳如烟他真是疯了 如果我否认 柳如烟会不会当场拆穿我 就算他不拆穿我 万一将来某天被人曝光了 这个节目就会被人挖出来反复编尸 我就不该来这个节目 我一闭眼 任命道 我也有一个孩子 啊 还是谢创 惊讶地张大了嘴 眼神在我和柳如烟之间游移 眼神里写着两个字 勇士 这时候 导演开始cue其他嘉宾 抓住这件事展开讨论 同梦 没想到刘老师和杨老师都是英年早婚 连孩子都有啊 男孩女孩啊 柳如烟看向我 我的是个女儿 我面无表情跟着道 我也是女儿 蒋方形天了偏头 孩子应该不大吧 柳如烟点点头 三岁了 我 我女儿 也三岁 就问你巧不巧 大家都震惊于这些巧合 但完全没有人往别的方面想 一个短短的茶话会后 热搜直接引爆 警号柳如烟自曝引婚警号 警号柳如烟 我有一个孩子警号 警号杨巨达离婚警号 警号一起去看看爆料警号 经纪人打电话过来疯狂输出 杨巨达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离的婚 什么时候有的孩子 我他妈怎么不知道 你张着嘴巴乱说什么呀 我把手机挪开 我说的是真的 经纪人气得直喘气 等你回来我再跟你算账 不过你这次也算聪明 跟柳如烟一起爆出来 焦点都被他吸引过去了 没多少人在意你 我说吧 让你去参加这个节目 算是去队了 我 啊对对对 我谢谢你 晚上 摄像机都撤离后 我悄悄敲开了柳如烟的房间 冲进去就一把 将他抵在门后 柳如烟 你脑子是不是抽了 柳如烟也不多闪 而是主动赢了上来 唇半离我几乎只有0.10 吐气如蓝 脑子没问题 上个月刚做了体检 身体健康 体检报告要给你看一下吗 谁要你看你的报告啊 我用力他推开 抓狂荡 你怎么会来参加这个节目的 你是闲的吗 柳如烟沉下眸子 忙不忙 闲不闲的 你关心吗 关我屁事 他扯了扯嘴角 悠悠道 是不关你事 你现在又不是我老公 随即拉开门 我要休息了 逐客室吧 我走 榜首挺胸的出门 捏手捏脚的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期和第三期 分别在四川道成亚丁 和广西桂林录制 都有惊无险 没出什么意外 直到第四期去了景德镇 节目组邀请了一位飞行嘉宾 我的宿敌杨伟南 杨伟南刚出道的时候 是给我做配的 公司让我带他 结果人家一个男三号 买通稿和你一号炒CP 直接火了 资源飞升 之后再看我就再也没有拿过正言 说话也是阴阳怪气 完全不是人前的佛系小鲜肉形象 偏偏这次 还是以我好朋友的身份来参加的节目 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大拥抱 把我一挤 站在了柳如烟身边 我皮笑肉不笑的对他表示欢迎 然后顺势问道 你杀青了 我记得他上个月才进组吧 还是从我手上抢的资源呢 杨伟南笑容一讲 解释道 前段时间每天拍十几个小时 导演怕我身体吃不消 放我两天假 让我休息一下 此时的弹幕纷纷都在夸他靖夜 心疼他该多休息 杨伟南但凡跟靖夜这两个字搭边 我杨巨达的名字倒过来写 这次节目安排的任务是做手工陶瓷 然后由专业师傅打分 最后还要将自己的作品送给另一位嘉宾 到了工房 先由专业师傅教学 然后再上手 泥料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我直接挖了一块塑好大致形状的放在转盘 这时突然听到杨伟南的惊呼 他不知道做了个什么东西 但是很不幸 他成了一坨 他有些懊恼的埋怨着 好不容易才弄好的 怎么会这样 然后他看着旁边的柳如烟 用一种很崇拜的语气夸赞道 柳老师 你怎么做得这么好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 手上一用力 我居然把我的瓶子捏扁了 顺带小声咒骂了一句 柳如烟立马朝我看来 用眼神询问 我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没什么好看的 做你的吧 旁边明明有专业师傅知道 杨伟南不去问 偏偏要问柳如烟 还真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以前柳如烟接戏 都会把一条特殊的要求写进合同 不和男演员吵CP 以至于一度有人怀疑他是不是艳难 更甚至有三线女星贴上来 想和他炒作 上次柳如烟在节目里 自爆离一有小孩 算是打破了这种谣言 没想到杨伟南这么火急火燎的 就贴了上来 上感着想给人当后爹啊 真会见缝插针啊 我一拳把速胚锤扁了重做 没想到下一秒 柳如烟就叫来了瓷器 师傅 指着杨伟南 麻烦您再教一下他 杨伟南瞬间僵住 表情差点就崩了 我悄悄掐住大腿 狠狠拧了一下 校书诸教太影响形象了 花了半天时间 大家的成品都出来了 其他人都是挖空心思玩花样 造型图案都是充满创意的 我做的太敷衍 拿了个最低分 最高分是柳如烟 他做了个瓷娃娃储物罐 带盖的那种 头盖骨可以掀开 五官活灵活险 精致的不得了 好看 但是诡异 然后到了护送环节 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期 谢创送给了蒋方形 蒋方形回赠了谢创 金雅然和同梦也是互助 最后就剩下我 柳如烟和杨伟南 我肯定是不可能送给柳如烟的 于是我笑眯眯的递给了杨伟南 杨伟南 我把这个送给你 希望你喜欢 杨伟南盯着我手上的玩意儿 嘴角抽了抽 因为我送的是个花瓶 空的 为他量身制作 杨伟南不情不愿的结果 虚假奉承道 杨哥做得真好 我很喜欢 一定会好好保存的 随即 他把自己做的爱心马克杯 送给了柳如烟 一副很忐忑的样子 柳老师 我把这个杯子送给你 做得不好 希望你不要嫌弃 柳如烟脸上没什么表情 也没拒绝 只平淡地说了句 谢谢 最后 所有人的目光 都转向了柳如烟手上的 最后一个礼物 杨伟南更是紧张地 钻紧了手心 很是期待地盯着那个娃娃 柳如烟抬起手 一点也没犹豫 杨巨打 这个送给你 杨伟南脸色瞬间一遍 我看桌手里那个精致的娃娃 心里五味杂陈 碍于这么多人看着 值得开心收下 并且在杨伟南耳边大声夸道 做得真好看 柳如烟 照着你的样子做的 我头皮一马 瞪向柳如烟 我知道啊 你不用说出来好吗 他难道不知道 这种言论会引来多少风波吗 还是说 他就是故意的 网友已经沸腾了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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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再这样我要刻了 我一看就觉得 那个娃娃是要送给杨巨打的 那个娃娃 分明是杨巨打前段时间的出圈造型 有没有可能这只是场面画呀 其他嘉宾都已经送完了 只有杨巨打没有礼物 所以柳如烟才会送给他 免得尴尬 这也是说得通的 好吧 不是 你们没注意杨伟南的表情吗 他好像以为柳如烟是要送给他的 对比之下 突然觉得杨巨打也没多讨厌 挤气下来 他都很避嫌的没有主动去挨柳如烟 反倒是这个杨伟南 一直死贴着柳如烟 目的不要太明显了 我已经接受了柳如烟里有孩子的事实 还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 很掐人重 都给我刻 大家拿着收到的礼物准备转场 我用指付在陶瓷底部妈撒了两下 那里刻了两个字母 HA 杨巨打 突然 身后一个力道猛的撞了上来 此娃娃直接摔在地上碎成了几满 杨伟南也摔倒在我脚边 一只手捂着脚踝 抬头惶恐地看着柳如烟 对不起 柳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柳如烟您了您眉 杨伟南继续解释道 可能是前几天没休息好 我刚才突然眼前一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才怪 我实在是看不惯他那副做错的嘴里 忍不了一点 你打碎了我的东西 你跟他道什么歉 杨伟南愣了一下 可这是刘老师辛辛苦苦做的 他已经送给我了 就是我的东西 杨伟南一副被逼到绝境的样子 声音颤抖 对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的话 还要喷子做什么 这么能装 看来我把花瓶送给你是送对了 我看你也别 姓杨了 改姓下巴 刚好叫下三滥 杨伟南生生挤出了眼泪 柳如烟蹲下身去 大家都以为他要安慰杨伟南 结果他只是默默地将碎片捡起来 丢进垃圾桶里 转而安慰我说 别生气了 下次重新给你做一个更好看的 我 我生气了吗 杨伟南脸色更难看了 看节目的网友 杨巨达也太尖酸刻薄了吧 杨伟南也不是故意的 他摔倒的时候 还小心护着杨巨达送的花瓶呢 还要他怎样啊 难不成要他以死谢罪吗 杨伟南这么敬业拍戏 带病参加节目 还要被人刻意刁难 也太惨了吧 得了吧 还不是故意的 早不摔 晚不摔 偏偏就摔得那么巧 杨伟南拍戏的时候也是这么摔的 还有积眼泪的时候表演痕迹这么重 看不出来的人都眼瞎吧 操 如烟辛辛苦苦做的储物馆 就这么被人摔了 换了谁不生气啊 要是我 不仅要骂人 我还要打人呢 啊 他说什么 他说下次重新给他做一个 他俩要是没什么 我直播吃键盘 弹幕里炒的是热火朝天 而我 弯腰从杨伟南手里把花瓶拽了出来 我看你也不是很想要 我递东西 扔给狗都不给你 下一秒我又转过头 塞给柳如烟 霸气道 给你了 柳如烟 我是不是该配合你 汪医生 杨伟南走得很是匆忙 连最后的合影环节都没参加 晚上 我抱着手机刷微博 发现杨伟南买了通道 给我 警号杨巨达霸凌警号 警号杨伟南十惨警号 警号心疼杨伟南警号 内容大致是说 我邀请了杨伟南去参加节目 却联合其他嘉宾一起孤立他 分明是因为资源竞争 有意针对 把其他嘉宾都带上了 简直是要一通乱杀的节奏 还有匿名网友说 我的初中同学爆料 我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带头霸凌同学 简直编得煞有介事 想了想 我决定直接印钢 用大号直接回应 第一 我没邀请任何人 第二 我没联合任何人 第三 没功夫针对任何人 刚发出去几分钟 就收到了来自柳如烟的评论 短短几个字 我也没有 没一会儿 蒋方形 谢创 金雅然 同梦也都纷纷回复 我也没有 柳如烟的粉丝战斗力自然不可小觑 敌不犯我 我不犯人 敌犯我三分 我刨他组分 其他几个人虽然没有大红大组 但也都有一批真实的粉丝 此刻纷纷团结起来 竹针分析杨伟南在节目里的 神态动作和行为动机 迅速给他贴上了一个男绿茶的标签 这边还在一团乱战了 一个视频突然冲上了热搜 某夜店发生恶性斗殴事件 造成多人受伤 蓝底白子的警方公告 在路人拍下的视频里 赫然出现了一个大家熟悉的面炮 杨伟南 而且是被救护车拉走了 不会吧 不会吧 他找人黑我之后 高兴得跑去酒吧蹦迪泡牛 跟人打架 腿被打折了 我立马打开电子幕与猛敲 阿弥陀佛 活该 综艺继续录制 没想到两天后 经纪人给我打电话 马上收拾东西进组 我有点懵 进哪个组啊 经纪人 红袖焚香剧组 杨伟南解约了 你马上去顶替他 红袖焚香 就是当时杨伟南从我手里抢走的 现在反倒让我去顶替他 替他擦屁股 我不去 我还要录综艺 还剩六七呢 经纪人给我一顿忽悠 综艺那边公司会另外安排 人 你作为演员 还是要把重心放在演戏上 要好好抓住每一个机会 他苦口活心的劝了半天 我才敷衍到 我考虑一下 没一会儿 红袖焚香的导演赵导也打电话过来了 杨俱达呀 你知道的 当初是我选的你 我肯定是忠意你来演男主的 可是后来投资方硬是把杨伟南塞了进来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希望你能回来出演渔戏这个角色 我对赵导还是比较尊敬的 他都开口了 我自然不好拒绝 于是连夜买机票赶到剧组 签合同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 赵导以为我要反悔 立马道 你放心 换脚的是我会向公众解释清楚 不会让你背黑锅的 我咧嘴一笑 刷刷签下名字 赵导 合作愉快 第二天 红袖焚香官博发声明与杨伟南解约 同时 赵导在他个人账号上 言辞犀利的讨伐杨伟南 当初 红袖焚香 经历了多轮选举 原本定下的男一号是杨巨大 但因为不可抗力 最后变成了杨伟南 没想到杨伟南在拍摄期间 提出诸多苛刻滑稽 让人难以理解的要求 拖慢拍摄进度 还未经允许擅自离组 在夜店意外受伤 无法继续拍摄 这是对全组其他工作人员 极不尊重 极不负责的表现 我也不希望再和这样的演员合作 此话一出 又吸引了无数网友围观 不可抗力是什么 难道是传说中资本的力量吗 我去 杨伟南在综艺里 不是说导演给他放的价吗 原来是擅自离祖 离开的时候好好的 回不去了 哈哈 原本定的是杨巨大吗 我就说今天这一期 一起去看看 怎么没有他 大胆猜测 他不会是回红袖焚香剧组了吧 有一说一 杨巨大的演技比杨伟南好多了 杨伟南的一些死忠粉试图辩解 但上次的无差别攻击 实在是败了路人员 根本没人听 甚至有人发出建议 要不截止吧 这样又可以卖惨了 虽然恶毒 但是爽啊 杨伟南的戏拍了大约三分之一 现在换了脚 得全部重拍 跟他演对手戏的演员实惨 好在我拍摄的时候都是一遍 NG的次数趋之可数 有时候收工早 我也会拿平板看 一起去看看 当然是看谢创和金雅然他们 不是看柳如烟 但他录了一期之后也走了 以至于节目收视率断崖式下跌 我默默替导演拘了一把泪 进组两个月之后 拍摄进度过了大半 但还有一个人的戏没拍 我问赵导 颜秀这个角色还没定下来吗 赵导 定下来了 明天就进组 我立马好奇地追问 定了谁啊 赵导 柳如烟 什么 我想我此刻的表情一定很扭曲 赵导古怪地瞅了我一眼 问道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我扯了扯脸上的肌肉 没 没问题 才怪 剧情里 颜秀出身于武将世家 可于西青梅竹马 改取了明安郡主 渐渐也升了情愫 就在这时 颜秀却回来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就此展开 这个剧情放在我和柳如烟身上就特别诡异 一整个离谱住了 第二天 柳如烟禁组的消息在网上不进而走 粉丝狂喜 时隔两年 我们如烟终于又禁组了 一整个期待主 虽然我不理解 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 为什么要去给别人抬脚 但他既然接了 想必这个角色一定很出台 红袖焚香 给我快点拍 早点播呀 不是 你们都没发现重点吗 杨伟男被踢出剧组后 很有可能杨俊达会重新出演 现在柳如烟特别出演 在结合之前他俩在踪你 你的表现 大胆开测 柳如烟不会是为了杨俊达才去的吧 这件事情绝不简单 再探再报 原本之前的戏我都拍得很顺利 可是一到了和柳如烟的对手戏 就开始频繁NG 前一天背的滚瓜烂熟的台词 等我一看到他那张脸 就立马卡壳了 照到脸色也不太好看 柳如烟先到这儿 你回去再好好琢磨琢磨 最好多跟如烟对对戏 他对柳如烟自然是和颜悦色 你好好待待他 收工之后 柳如烟问我 晚上去你房间还是去我房间 我一下子瞪大了眼 环视一周 发现没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要是被人听到了可不得了 柳如烟似乎看出了什么 条条没到 赵导不是让我们对戏吗 你在想什么 我一下子掖住 不愿承认自己想歪了 不用了 我自己去我 晚上 我又在被剧本 手机突然推送了一条消息 柳如烟正在直播中 我手抖一下 就点了进去 看到网友都在询问柳如烟 关于新戏的一些细节 柳如烟当然不可能剧头 都是绕圈绕不去 突然 有一个网友问 如烟 你这次演的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柳如烟居然脱塞认真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答道 我演的是杨巨达失散多年的前妻 扑 网友们当他是开玩笑 嘻嘻哈哈的闹着 可他说的居然是事实 刚退出直播间 视频通话又响了 是团团 我迅速接起 一个圆乎乎的小脑袋 立马出现在手机屏幕里 团团拿着手机调整了一下角度 乃里乃气的喊道 爸爸 再刚毅的男人 此刻心也都化了 我立马放柔了声线 团团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啊 团团嘟了嘟嘴 我想爸爸 心里墨地刺痛了一下 爸爸也想团团了 团团小脸垮了下来 那爸爸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想了想 距离上次去看他已经三个月了 爸爸现在在剧组拍戏 不过很快就要杀青了 等杀青了 我立马就去看看团团 好不好 团团丝毫没有高兴 为什么不能现在来呢 我耐心跟他解释道 爸爸现在走了的话 就会有很多人工作白杆了 就像你花了一个月 才搭起来的积木 有人一下就给你推倒了 团团是不是会很生气啊 团团人小鬼大的叹了口气 又道 可是我就在楼上啊 楼上 我愣了一下 再看他那边的背景 果然是酒店的格局 柳如烟这个可恶的女人 把孩子都带来了 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问团团 你在妈妈房间里吗 不是哦 团团鬼惊鬼惊地压低了声音 我在妈妈隔壁房间 妈妈说这样才安全 我一想 柳如烟现在还在直播 团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我去郑河市 团团 爸爸马上上来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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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号一响 门立马开了 我闪身进去 抱起团团猛亲 颠了一下 小宝贝又中了 柳如烟在的时候会管着他 不让他吃垃圾食品 不过每次我带他出去 就会尽量依着他 炸鸡 薯条什么的 偶尔吃一次有什么关系 这不 团团凑到我耳边 爸爸 我想吃蛋挞 谁能拒绝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呢 点 立马拿出手机下单 等外卖的时候 团团趴在我身上又轻又抱不舍的撒手 他突然小声道 爸爸 妈妈受伤了 我心一致 怎么受伤的 团团 指着脖子 拍戏的时候受伤的 这里破了 我一想 他今天在威亚上掉了很久 应该是被磨破了皮 我立马又在网上订了一盒药膏 没多久 两个外卖一起到了 拿了外卖 团团一下就溜了出去 他手里拿着一张房卡 点起脚底一下刷开了隔壁房间的门 小跑进去 我只听到他乱乎乎又着急的声音 妈妈 妈妈 爸爸买了药 我心里咯噔一下 立马拿出手机 只希望柳如烟直播已经结束了 但是很不幸 团团已经出现在了直播镜头 虽然柳如烟很迅速地抱起团团 将他的脸按进怀里 但网友差不多都已经看到了 卧槽 这小孩刚刚喊的什么 妈妈 这是柳如烟的女儿 那他爸爸又是谁 好可爱啊 这就是基因的强大吗 不愧是柳如烟的孩子 好想弱 这孩子 好看归好看 但是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我也觉得 好像是在哪见过似的 陆陆续续大家都陷入了思索中 直到有个网友爆出了一个名字 杨巨达 这孩子 长得像杨巨达 真的 你们去搜一下杨巨达的童年照 简直一模一样 我去 难怪柳如烟在节目里 对杨巨达那么特殊 原来是因为他跟他女儿长得像了 这就很合理了 合理个屁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那么多巧合 都离过婚 都有个孩子 都是女儿 还都是三岁 有没有一种可能 看到这个猜测的时候 我就知道 完了 柳如烟很快就结束了直播 抱着团团回到了隔壁 他看了看外卖 又看了看柳如烟 有点忐忑 柳如烟拍拍他脑袋 去吃吧 看了眼子这小眉牙 咔咔啃鸡腿的团团 我轻轻叹了口气 小孩子哪里懂大人的烦恼 我眉眼看着柳如烟 你说现在怎么办 柳如烟眼神闪了闪 脸上露出歉意 抱歉 这次是我的失误 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他 我也有不小的责任 柳如烟想了片刻 要不然 还是直接发声明吧 彻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他说的是对的 我们可以装死 甚至可以辟谣否认 但网友都已经看出苗头了 不会轻易相信 而且很快就会有大批狗仔 来蹲柳如烟和我 指中就是包不住火 那样还会给团团的生活 带来不小的影响 我点点头 拿出手机 经纪人的电话已经快打疯了 杨聚打 你跟我说句实话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孩子不会真是你的吧 那你和柳如烟 我打断他 你跟柳如烟的团队对接一下吧 于是 公开声明很快就出来了 我和杨聚打 柳如烟 确实曾有过一段婚姻 我们自由恋爱和平分手 并且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因为不想孩子的生活被过多地打扰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大家 我和杨聚打 柳如烟 都很爱我们的女儿 并且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给予了她同等的爱 我相信换作任何一对父母 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曝光在大量的闪光灯下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 不必对她过多关注 万分感谢 这是柳如烟团队那边提的意见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简单解释就好 重点说一下 我们关于孩子的抚养问题 分散焦点 但实际上 网友的关注点都不在这上面 谁懂啊 我知道她有一个孩子 她也有一个孩子 但我真的没想到 是她们有一个孩子 谁还记得她那句 失散多年的前妻啊 我们以为她说的是戏 没想到她说的是现实 离婚了还能上同一个综艺 进同一个剧组吗 我真的 我哭死 我刚刚才刻上的CP 你告诉我她们离婚了 打捏呀 我一想到那么渴 爱递孩子 以后有可能被后妈 或者肌肤虐待 我就好心疼 要不你们复婚吧 复婚 复婚 复婚啊 发完声明 我已经生死看淡 直接卸载了微博 潜心拍戏 半个月后 我的戏份杀青了 经纪人立马又递给一堆剧本 随便挑 原来这就是流量艺人的待遇 我挑挑拣拣 选了不限时情感类题材 问经纪人 这个制作班底怎么样 经纪人顿了一下 说这部剧 导演是柳如烟 我瞬间就犹豫了 经纪人眼关鼻 鼻关心 还是忍不住八卦倒 你跟我说说 你跟柳如烟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对这个经纪人 还是很了解的 立自当先 我才不会轻易跟他交信 就像声明里说的那样啊 经纪人翻了个白眼 不想说就算了 他敲了敲剧本 这个你再好好想想 我看着剧本 物资陷入了沉思 当年柳如烟进娱乐圈的时候 我还在一个摄影工作室 当助理007 累死累活一个月 只有四五千块 好在柳如烟 凭着几首筷制人口的歌曲 迅速窜红 可公司在他红了之后 立马给他接了很多商务 刚开始他还很配合 可公司越发的变本加厉 什么酒店开业 老总庆生 都让他去 于是柳如烟便开始反抗 不再服从公司的安排 最后闹到法庭 我俩搭上了全部身家 还欠了一大笔钱 才帮他解约 解约后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柳如烟也没在签新的公司 而是以独立艺人的身份 转战演一圈 我也在一次杂志拍摄时 被一个经纪人看中 签了约 我们站在了同一条赛道上 可是他很快适应了这条赛道 出圈 大爆 冲奖 而我演了几部剧 还是不温不活 他越飞越高 我原地踏步 我不知道哪一天 他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彻底飞走 又怕风筝会飞走 又怕风筝掉下来 我在这两种极端的担忧里 反复闪躲 然后开始焦虑 恐慌 自我咽起 最后确诊了抑郁症 虽然我自己没有感觉到 但医生说我有轻微的自杀倾向 我提出离婚 柳如烟也同意了 几个月后 他把团团抱到了我面前 团团像一道光一样 突然照进我的生活 渐渐的 我的抑郁症开始好转 凭着一部口碑不错的网剧 资源也慢慢开始提升 有合适的剧本就拍拍戏 没有就休假 看团团 佛西又养生 面对柳如烟 也不再有那种应激反应 最终 我还是决定接下了这部剧 我需要用作品说话 柳如烟当导演的时候 比平时严肃许多 对我也是完全公事公办的态度 有任何毛病 他都会指出 我甚至有种错觉 他对我好像更严格 我也不是不识好歹的人 魔力演技的机会 我是不会错过的 拍摄过程很顺利 中途有媒体探班采访 记者 请问刘导 这次拍摄过程中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柳如烟 不存在什么困难 这次制作班底包括演员 都是我最满意的 记者 那么问一个粉丝 都很关心的问题 当初宁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突然转型去演戏的 柳如烟顿了一下 当着所有人的面 看了我一眼 回答道 因为当时的经纪人告诉我 我是爱豆 不能谈恋爱 本来百无聊赖 坐在旁边当背景摆 突然就愣住了 难道不是因为 当初的公司严重剥削一员 所以才解约的吗 等等 解约之后 他依然可以继续当偶像歌手啊 为什么突然决定要去演戏 而且他只接证据 哪怕是演个小小的配角 也无所谓 而偶像局 即使是女一号 他也不会接 难道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因为偶像不能谈恋爱 我心脏开始狂跳 记者继续问道 那您的演技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为什么又突然吸引选择当导演了呢 柳如烟 因为做演员很被动 只能等着别人挑选 这个圈子里规则太多 也并不是演技好 别人就会选你 而导演则有相对大的话语权 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的演员合作 记者 那这次的演员 都是您亲自挑选的吗 柳如烟 是的 记者 包括杨巨达吗 采访之前就约定好吗 不会问我和柳如烟之间的私事 现在都是他选的我 我突然就想起来 当初我去试进过某部剧 本来都已经定下来了 林开拍前 剧组打电话让我不用去了 他们选了另一位男艺人 即使那位男星是出了名的木头演技 但是他有流量 有咖位 而这部剧的女主就是柳如烟 差一点我就和他共同出演的那部剧 我以为我几乎要追赶上他的步伐 结果一切只是净花水月 这件事也导致我的抑郁症一度加重 而柳如烟也在拍完这部戏之后 宣布戏 转而开始当导演 这一刻我不敢去猜想 难道他当导演也是为了我 浑浑噩噩度过后半段采访 结束之后 我下意识跟在柳如烟后面 他停下来问道 有事吗 我又有一点想退缩 但还是鼓起勇气说道 我有问题想问你 他推开旁边的休息室 进来说吧 我跟着他走进去 迫不及待地问 你当初到底为什么解约 柳如烟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 叹了口气 你还记得周知吗 我点点头 周知是柳如烟当时的经纪人 柳如烟缓缓道 当时我手机不小心被他看到 他知道我在谈恋爱 于是要求我马上分手 不然就要停掉我所有的资源 我当然不可能答应 于是他就开始给我 接一些很烂的商务 以此来逼迫我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我今天才知道 柳如烟扯了扯嘴角 我当时要是告诉你 你跟我分手怎么办 怎么会 我语气弱了下去 我爱他 怎么会允许自己成为他的绊脚石 他是扶摇直上的昆仆 而不是被人拽在手里的风筝 我如果知道 肯定会主动提出分手 柳如烟他太了解我了 喉尖渐渐梗塞 那后来 柳如烟叹息一声 后来我眼看着你被人换掉 却无能为力 我就觉得 那不是我要走的路 我不想让我们永远像橱窗里的商品一样 让人随意挑选 刚好那个时候 周知又找到了我 他因为拿回扣被公司开除了 于是他想再一次跟我千金计运 不然他就会向媒体曝光我的恋情 他那种败累 我如果不是有所顾忌 早就送他去警局了 虽然当时我们已经结婚了 但我骗他我早就已经分手了 那段时间 我出门都特别小心 我怕有人跟踪我 没想到 后来你提出要离婚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句话 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起痛苦多过快乐 那就离开他 所以我决定放手 至于团团 确实是离婚之后才查出来的 柳如烟深沉的眸光看向我 杨具打 你觉得我真的舍得让你离开吗 我不自觉地躲开了他的目光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面对他 杨具打 回来吧 我和团团都在等你 柳如烟的语气像是翻越了千山万水 疲惫却又坚毅 我动了动唇 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柳如烟是个很懂得抓住实际的人 他继续道 你每次一走 团团都拿着他的小本门开始画 他记录你走了多少 天 有时候太想你了 自己躲在被子里偷偷哭 还不让我知道 我心底瞬间就做一团 又想起了当初没带走的戒指 问 我那个戒指你应该没丢吧 等杀青了 我去取回来 柳如烟抬起自己手上的戒指 看了看 无间不摧 杨具打 你愿意陪我一起吗 此时看着他 我完全说不出拒绝的话 重重地点了下头 我怎么会不愿意呢 新戏发布会上 眼尖的媒体发现 柳如烟曾经一直戴的戒指不见了 反而是右手无名指上多了一个戒指 有人迫切问道 今天看到刘导手上的戒指好像换了 是接了哪家的代言吗 不是 柳如烟直接抬手在无数镜头前晃红 像开屏的孔雀一样炫耀道 这是婚戒 媒体瞬间就疯了 刘导结婚了 另一半是圈内人吗 柳如烟是台上的人 台上 我刚好就在台上 上台前我特意取下戒指藏好 没想到柳如烟这个人 就这么急着照告天下 那我也只能陪他疯狂了 于是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掏出戒指戴上 不好意思 出门急 忘了带 锦号柳如烟杨具达复婚锦号冲上热搜滴 我的粉丝 嫂子好 柳如烟粉丝 我错过了她的恋情 错过了她的头昏 错过她孩子出生 满月 但我赶上了她的二魂了 谢妖 玄文婉